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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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显示一下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这个呢 是通过 nesse once 来创造的数据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啊 下来继续看第二个方法 叫做 np.0 那看这个方法就简单了 是不是 那之前呢 创建的全是1 那么这个方法呢 大家想它创建的 是不是全是0啊 那在Person当中 它的语法呢 尤其没有那么的 这个严格 那么在我们使用 这个Shape的时候 我们可以声明 Shape等于多少 我们也可以不写 大家看 我现在呢 来一个44 这个就代表着 我创造 形状是 44的一个 数组 执行 好 大家看 咱们NP的Zerox 是不是就执行出来了 你发现 所有的这个数据 全是0啊 所有的数据全是0 好 接下来咱们 继续看第三个啊 第三个呢 是NP.Fool 你看 Fool是不是满的意思啊 全部的意思 对不对 Fool是满的意思 全部的意思 那同样 也有需要给它一个Shape 那这个Shape呢 比如说给一个实时 然后你 刚才呢 咱们创造一个0 创造一个1 那现在NP.Fool呢 你想创建这个数据是谁 我们就可以创建 很多呢 比如咱们来一个1024 执行 好 我们发现 所有的数据是不是全变成1024 这是这个Fool 这是这个Fool 那这个Data Type呢 咱们就不在这儿演示了 这是比较简单的 好 用法都很相似 好 用法都很相似 那这样 然后咱们看第四个 叫NP.I I是个眼睛的意思 NP.EYE 当然 这个EYE呢 在这个里边呢 咱们得需要 大家看 需要给它一个N就行了 这个跟上面就稍微有点不一样了 那一般称一下这个N代表一个数 这个N代表数 如果这个时候呢 咱们给一个谁呢 我们给一个10啊 实行一下 大家一旦给那个10 你会发现 对角线上的数据 大家看 对角线上的数据 是不是都是1啊 其他位置的数据都是0 大家看 其他数据的这个位置都是0 大家看 咱们这个数据 是不是满质的数据啊 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呢 它呢 就是一个满质的矩阵啊 它就是一个满质的矩阵 因为你没有办法再进行运算了 你比如说 你看 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啊 你比如说 这是不是相当于是10为的啊 你看 这个 在这个里边 它是不是有10个数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你看 第二个好像是不是也是10的 第二个好像是不是也是10的 假设说 假设说啊 这是一个方程的话 假设这是一个方程 让我1乘以x等于0 然后1乘以y等于0 然后呢 这个1乘以某一个数 比个这个z 然后呢 后边呢 w p y 然后这个q 然后每一个值 每一个值 你想 让它都等于后边一个数 那你想 它实为就是一个实为的一个数题 叫做1元10次方程 当然呢 就是1元10次方程 那这个时候 就是如果这个方程 最后可以简化成这个样子 那有一个概念 在线性代数当中 有一个概念 叫做满质 叫做满质 也就是说 我看看那质啊 贵了吗 我看看 第四 它是满质的 不是这个质的 不是这个质 稍微等一下 不是这个质 我们在百度里边一搜 它就很有提示了 叫 是这个质 大家看 在这的话 回到这 咱们在这 对它 先进行一个简单的 算是预习的 像这样的方程 它肯定是有解的 这个就叫做满质 你比如说咱们 再深入的一下 你比如说 我写一个方程 x3 w2 当下x加y 比方方程 等于一个值10 我再来一个方程 2x 2x加上2y 等于20 那请问咱看 XY和2XY 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 类比成一个数组 咱们把它类比成一个数组 你就说因为是XY 你前面这个数是比1和1 咱们来一个中公号 再来一个中公号 因为它是二维的 所以说咱们来两个中公号 然后到逗号 再来一个中公号 大家这个是不是2和2 你想像这样的数据 大家像这样的矩阵 它就不能够叫做满质矩阵 因为矩阵可以经过加减程度运算 那你想 第一行乘以2 让那个第二行一减 是不是就变成0了 变成0了之后 变成0了之后 它就不叫满质矩阵了 那你想 我如果给你一个这样的方程 你看 X加大等于10 2X加大等于20 请问你能够求出来X国贷的值吗 是不是不能啊 对对是不能啊 咱们现在呢 这个给大家这个数据呢 只是它由二维变成了十维 由二维变成了十维 但是道理都是一模一样的 道理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NP.I 它可以创造一个这样的协助矫线全是一的这个满质矩阵 那很多时候在我们进行这个运算的时候 在机器学习进行运算的时候 它这个里边就得经过运算 那你之前的数据呢 不规整 不是满质的 那怎么办呢 给它加上一个满质矩阵的 我不能求解 知道数据不能求解 那我现在呢 经过这个数据的运算 它好歹能够求解了 好 这是咱们在数学上的一个意义 就是线性代数 拿到我们 你看 这个大家肯定都能够理解 是不是 2X2Y X加Y 你这个就无解了 那同样的道理 那为数更多 它也是相同的 好 这是咱们NP.I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创建 接下来咱们继续看 叫NP.LineSpace 困难的同学 找一个 困难的同学站起来 困难的同学站起来 好 站10分钟吧 好 咱们接下来继续看NP.LineSpace 我们调这个方法 LineSpace 那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它的参数啊 是START和START是不是 起和始呢 起和终点 起的 起个点 我们给它一个0 终点呢 我们给它个100 那第三个参数呢 叫NUM 就是你打算 让它生成多少个点呢 比如我打算让它生成20个点 我在这输入一个20 我们执行 大家能够发现 大家能够发现 它现在给的这个值是多少 你会发现它会将0和100之间 是不是给你分成多少份 对不对 给你分成多少份 你看这个Line呢 这个Line是Linear的意思 Linear是Linear的意思 Linear呢有线性的意思 Linear它呢就等于Linear 就是Linear Linear呢就是线性的意思 线性就是一根线 那么它会呢 均匀地将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划分 所以说这个呢 就很简单了 那有时候我们在 分拨一些数据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 来进行一个划分了 比如说给一个50 执行 给它1啊 给一个负数也行啊 比如说来一个负100 是行 它会将这个数据呢 给你进行一个划分 好 这是咱们Linear space 那还有什么呢 第六个方法啊 叫NP.forRange forRange是不是排列的意思啊 A2 ANGE forRange 那它呢也是起格式的意思啊 我们来一个起是0 这个终点呢是100 但是它现在呢 它的这个第三个参数呢 叫SPAP SPAP那个排阶的意思 一步一步的意思 那就是不服呗 那现在呢 咱们给它一个不服啊 比如说这个不服是2 我们执行一下 那它这个是02468 均匀地进行划分了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3 好 执行 比如说咱们现在给它一个10啊 执行 给它一个5 它就会进行一个这样的划分 好 假如咱们现在呢 大家看啊 我给一个0到10 你看0到10 我的不服是50 来我们执行 当然依然它是不是可以选择这个0啊 对不对 所以它是左臂又开啊 它是左臂又开 比如说我们这块给一个50啊 来看看 给一个50 0到50 我们的不服呢是50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它返回的数据 是不是就只有一个数据0啊 来 所以说 对于我们的这个数据呢 它是左臂又开 你看 看到这个参数 看到这个参数 来 你能看到这个参数吗 你看 来的一个 先跟三个条片是 说明它是左臂 然后来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stop 说明它是左臂又开啊 所以咱们在 在创造这个 NB的位的时候 我们在创造 使用该方法 创造NB和Z的时候 它是左臂又开 这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调用 接下来咱们看这个NP的Random的Random印啊 Random是不是随机数的意思啊 对吧 Random是随机数的意思 那么我们这个Random印呢 它呢也是随机的意思啊 那么我们NP 一点Random Random 叫Random Int Random印呢 它是不是会生成一个 Int类型的数 对不对 它会生成一个印的类型的数啊 那大家看哪里的参数啊 叫Low和High 对不对 Low呢有最小的范围 High呢有最大的范围 咱们给它一个范围 是0和150之间随机呢 给我生成一些数 那咱们这个Sign呢 比如说我给它个5 是不是就让它随机生成5个数啊 噢 大家看啊 每次和每次生成的 你看第一次生成的 84 40 114 52 127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不一样了 对不对 再来执行 是不是不一样了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随机数啊 它每次和每次都会不一样 好 这咱们第七个方法 接下来咱们看啊 还有一个方法叫Mbrandomrandom 调这个方法 np.random.random 这个它会生成一个什么呢 它会生成一个正态分布啊 它会生成一个正态分布 random 那咱们现在呢 给它一个100 让它执行 好 大家看 这个数是不是既有正的 又有负的啊 看到吧 既有正的又有负的 那它这个数据 大家看 它这个数据 因为 你有见过正态分布 是不是 咱们这个 初中 初中嘛 还是高中啊 在学了一个数学的时候 会有一个正态分布 你比如说 人的身高 是不是一个正态分布啊 对不对 人的身高 是不是一个正态分布啊 人的智商是不是也是一个正态分布啊 对不对 人的体重基本上也是一个正态分布啊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是正态分布 颜值差不多也是正态分布 你看丑的是吧 有很丑的吗 是不是啊 很丑的是非常少啊 有很漂亮的对吧 很漂亮的是不是也不多啊 但是有一个东西 它不是正态分布 啊 想想是什么啊 啊 财产 这个不是正态分布 是不是啊 你看并不是 你看 二十八啊 你看马云那么多钱 是吧 他一辈子也花不完 他生十个百家的也花不完 对吧 所以说 哎 有时候我们就在想 为什么呀 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是正态分布啊 为什么呀 啊 因为 我们都说这个是因为马太先生啊 就是横者这个越强的人会越强 但是为什么呀 是吧 为什么 是因为 是因为这个认知 你看咱们刚才说了 咱们刚才说 智商 它是正态分布 绝对是啊 这个智商去做测试 它肯定是正态分布 因为我们这个物种 我们这个人群 它和声高一样 属于你的一个特性 但是认知这个东西可就不一样了 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样 和你看到的 和你想象的 和你认为的可能就不一样 哎 所以说 那好多这个挣到钱的人 都是因为他的想法 都是因为他的认知 和咱们不一样 哎 所以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就好比咱们 之前我们看到一张图片 我们认为它就是一张图片一样 但我们今天呢 通过Numpy 把它导进来之后 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三维的 看就是一个三维的数组 那这个三维的数组呢 我无论发到任何一台电脑上 它灯 是不是都能够形成一张图片啊 对不对 那我将这个三维数组 经过化学反应 传递到你的大脑当中 就是假如你是一个盲人 是吧 以后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 也可以将这个成像 呈现到你的这个大脑 我们知道现在是不是有VR啊 你戴上VR的感觉就跟真的一样 是不是那你想那些 是不是都是一些这个图像的数据 经过一些处理 然后传到你大脑当中 是不是 你看之前的时候 这个看电影呢 没有3D的 像这样呢都有3D的 对吧 3D你看我们看上去就感觉 好像是真的是了 是吧 就感觉它有立体的那种感觉 这都是图像处理做出来的 好 咱们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NP.Random.Random 我们就生成了一个正态分布 好 接下来继续啊 那对于正态分布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进行 数学研究的时候 这个正态分布呢 它是非常有作用的 非常好使 好 接下来除了这个正态 根层上面呢 这个是标准的一个正态分布 那接下来呢 这个NP.Random.Normal 它呢也可以形成一个标准的分布 它可以形成一个标准的分布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知道 上面这个正态 上面这个标准的正态分布 它是以0为这个中心点 然后左边右边都会有一些数据 那它最多的这个数据呢 都会在0附近 都会在0附近 那你大一个的数和小一个的数 都会是比较少的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叫NP.Random.Normal 那咱们掉下这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自己自定义的 这个正态分布 叫Normal 咱们输入这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当中 我们就可以给它一个叫Lock 叫L-O-C 这个Lock的意思呢 就是它的毛点的意思 就是位置的意思 那在这儿我们输入一个Lock 比如说我们让它的这个值呢 是10 或者说咱们给它一个身高范围 咱们现在的身高是不是大概是175了 咱们讲说这个身高的175了 那有一个Skill S-C-A-L-E 这个Skill呢 就是它的这个波动的一个系数啊 这个值越大 它波动的就越厉害 这个值越大波动的越厉害 如果要给它一个0呢 大家想我如果要给它一个0呢 是不是就没有波动啊 对不对 没有波动的话 咱们看一下 我创建100个 你发现所有人的值 是不是都是175啊 对吧 所有的值都是175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波动系数 假如说我们给它一个1啊 这个值越大呢 你会发现这个值 波动就会越厉害 那当然你给它1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大部分都是175左右 是不是 你看174 176 假如说我将这个值调大啊 来了100 我们执行一下 大家看 现在身高是不是就有复数了 看到了吧 所以说这是正态分布啊 这是正态分布的这个老点 正态分布的这个波动的系数 以及呢 第三个参数 它说它的这个多大的这个值 这个值越大呢 它的这个波动呢 就越剧烈 这是一个正态分布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完成 好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 一点random random 那这个方法呢 它会生成 从0到1的随机数 左臂又开 咱们现在呢 就使用它 使用它生成一张图片 看看啊 因为它是随机生成的 是不是 随机生成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它来生成了 random点 random 好 在这个当中 咱们给它一个size啊 这个size呢 就是size啊 这个size就是 就相当于形状啊 比如 大家看咱们先来一个测试 我给一个10啊 看看 看这个数据 是不是0.98 0.7 对不对 它永远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比如给个100也一样啊 你会发现 没有负数 对不对 也没有超过1的数 它的范围呢 就是0到1 那咱们现在呢 给它一个形状啊 小括号 再给它一个形状 你说我让它的宽度是200 让它的高度是200 让它的宽度是300 然后呢 再给一个3 好 这个时候 它就是随着三维的数组 我们接收一下啊 接收一下 那咱们起个名叫做R 就叫做R吧 等于它执行 好 现在这个R就有了啊 R就有了 我们插入一行 可以看一下这个R长什么样 执行 大家看到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三维的数组啊 这就是一个三维的数组 你看我光标 光标选中的这个地方 这个橘黄色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三个插号啊 三个插号 但是我们现在发现 这个值是不是0到1的这个范围 对吧 但是咱们刚才看到的图片 是不是0到255啊 它是相对应的 它是相对应的 你想这个数大点数小点 你只要在某一个范围之内 是不是都可以表示啊 刚才呢 咱们读取了谁呢 刚才咱们读取了一个CAT 对于CAT这张图片 我们发现 它的这个数据是0到255 那CAT这张图片的后缀是不是JPG啊 那Fish这张图片 大家看啊 鱼这张图片 它的后缀是偏近 那有时候我们就在想 为什么这个图片 你显示出来都一样 它后缀会有不一样呢 来 谁认编码会不一样 是不是 编码不一样的会 编码不一样会导致 编码不一样会导致 它的这个数据呢 会略有差异啊 那咱们现在呢 将Fish这张图片也导进来 给大家看一下 Pot.imray的 小朋友我们将Fish导进来 Fish.png我们执行 大家看这张图片 看这张图片 看这张图片 Fish这张图片 是不是0到1啊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明白 为什么 这个有的图片是JPG 有的图片是PING了吧 它其实是图片 在进行数据编码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啊 就好比我将红色 分成了255份 那每一份呢 我把它表示成间隔 那是1 我是不是也可以在 0到1之间 给它分成255份啊 那我这个数据 就有小一点吗 但是你将这个数据 展示出来以后 它长什么样 该长什么样 依然是长什么样啊 该长什么样 依然长什么样 你说咱们Fish这张图片啊 咱们Fish这张图片 那我现在呢 可以怎么办呢 就Name它啊 Fish 我将这个PING改成JPG执行 但是那我点开这个Fish 你看看有变化吗 是没有变化呀 没有变化 因为我们的电脑 既可以识别JPG的 又可以识别PING的 所以说呢 没点化啊 好 那这个时候 咱们就明白了 其实那这个图片的数据 就是一个三维的 最后这一维里头 无论你是 无论你是这个 0到255 还是0到1 那对于图片显示而言 都是无所谓的 这个R2是咱们自己 随机生存的一张图片 那咱们现在呢 将这张图片显示一下 我们插入一行 来一个B 我们使用PLT.im.show 展示这张图片 我们将R2显示进去 这是扫一行代码 叫PLT.show 运行 来 大家看 因为图片是咱们生存的 是不是 图片随机生存的 你会发现这个图片 是不是没有规律啊 对吧 图片没有规律 你可以去尝试 你就是说 这个运行的次数 只要足够多 你总会生成一个 有规律的图片 因为它是随机的嘛 对吧 你只要运行的足够多 它肯定会生成一个 有规律的图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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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